好 歡迎回來NGO觀點 剛剛很多的call in 其實有很多一大部分 是從新北市進來的 所以我們還是請局長回憶一下 我想這裡大概 其實很明顯 新北市有230萬輛機車 占全國呢 大概有15% 16% 大概這個比例就很高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 就是說 其實機車的問題 確實在非常重要 那剛才有幾位大家提到說 其實說像搭捷運不能寵物 這個其實是大概 我必須講 這個其實是要考量到 其他的旅客 因為不同的寵物 有不同的或許的一些干擾 那講到票價 這個其實又回到 剛才我們在提的 那個成本的部分 因為騎機車 其實大家可能都 像剛才我提到 大家只講郵費 可是實際上 機車的成本 還有包括車輛的折救 或是這個所謂的 排照稅 還有相關的保養費用 可是在一開始 通常都只算是直接成本 不會去考量到這些 可是搭捷運的時候 其實你的成本就是那個票價 所以其實這兩個 其實不是很公平一致的成本來看待 目前捷運 其實我跟各位報告 不管是捷運或公車的這個票價 以目前台灣地區來講 其實跟世界各國考量它的物價 我們並不算高 可是呢 我們還是應該有改進的空間 因為它還是可以再做得更方便一點 讓它更為有吸引力 那另外有一個 剛才有一個觀眾提到說 環狀縣捷運 跟各位報告 環狀縣捷運其實早在去年初 從大瓶林在那邊就開工 那今年第二標也已經七月十一號 在這個中和也開工了 哪時候完工 大概在一百零四年吧 所以我們環狀縣做好了以後 其實可以提供大概新北市 就淡水河新建西 以西這一個 幾個主要人口密集區呢 的一個串聯和連結 就不必像剛才那位朋友說的 要跑到台北市才可以再出來 可以直接的串聯 確實這個大眾捷運的系統 對百姓來講是非常重要 但是我們也看到太多的地方 其實它是沒辦法 而且發展得很慢 就像高雄 它現在有大眾捷運系統 可是它就是很不方便 我所知道的是 有很多人寧可捨棄大眾捷運 要去騎機車 所以小劍 你們看到的 據說如果大眾捷運系統 真的在你們的期待是太難了 所以你們還是寧可選擇機車 是不是 倒不完全是 其實我們發現在這次的會談當中 其實落入一個謎詞就是說 什麼車種取代什麼車種的問題 其實我倒不認為 我們當初在提到這個路權的概念的時候 其實想要一個藍圖 未來的藍圖 我國因為大公共主義的發展到今天為止 其實很難走回去回頭路了 所以我們的認為是在於說 大眾捷運的部分還有公共運輸的時候 可以視為我們交通上面的骨幹 可是最後一里的部分 必須靠私人載具 包含現在剛流行的 但是一陣子使用的自行車 包含現在的機車 包含步行都是一個思考的方式 那朝這個方式來思考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機車大部分會普遍使用的部分 是在中程跟短程 這個牽涉到所謂通勤距離的問題 牽涉到剛剛捷運的提到的票價問題 牽涉到轉程的問題 但通常來講人民會做出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 這是人性的一個自然的思考邏輯 我們政府要做的是輔導人民 讓他走向更安全的一條路 所以今天剛剛趙局長也提到說 我們政府不會去強制的增加他的成本 對 但是我們也算過了 成本的部分其實來說的話 相對之下機車真的還是便宜非常許多 這個不然大家知道 好 其實我們都需要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我們先來看一個影片 一台又一台機車過彎 大角度傾斜通過 好像來到賽車場看車手表演 別搞錯了 這裡是台北重陽潮機車道 有民眾投訴就是這個危險路段要人命 看看鄭先生手肘的傷疤又深又黑 還有膝蓋上也破了大洞 甚至下巴也因為在彎道摔車 縫了好幾十針 我們實際騎車上橋 看看這個彎道有多危險 轉彎的角度 像是來到賽車場的U型跑道一樣 得放慢速度 不然就得大角度把車身傾斜踩過去 不過還是有一些標載在大轉彎這裡 騎到快撞到旁邊護欄還硬要超車 甚至外線要超車的機車 還差點撞上內線的騎士 加上在轉彎處還有致命的橋樑接縫 只要一下雨 車速超過30就會摔車 而且還常常發生 速度快一點根本轉不過去 下條摩托車在騎的地方轉彎太彎了 那雨天的時候呢 還有那個喔 在轉彎的時候 那個鐵 那橋的接縫了 鐵板上會 會滾 就是因為這樣 在網路上 網友戲稱重陽橋為奈何橋 甚至叫這個U型彎道 是死亡車道 看看這個護欄 有多少曾經摔車的痕跡印在上頭 每一痕都是一位又一位 機車騎士的痛 下次騎車經過重陽橋時 在U型奈何橋還沒改善之前 還是要減速慢行 其實不只是這個工程的問題喔 然後我們看到的交通事故 真的是機車佔了所有車輛交通事故的六成喔 那這個六成裡面其實 這樣的一個事故 我們都不希望它發生 那但是 它這麼樣的嚴重的發生 到底應該要怎麼解決喔 因為我看到有很多人就會怪說 是機車的問題喔 因為他們亂磚 也有人說是路權的問題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 造成這麼高的一個交通事故 我覺得基本上跟我們的交通工程 還是有蠻大的關係 像剛剛我們看那個重陽橋 基本上我們在設計的時候呢 或許我們可以用的這個土地是有限的 它必須要用比較彎的這個設計 但是我覺得我們要重視機車的權利 尤其從安全的角度 尤其在一些不同的砸道的這個 這個樹曲線跟皮曲線這樣的設計上面 我們都有改善的空間 我們希望以後不要有這樣子的一個 非常危險的彎道出現 但另外一個問題 我還是要去強調就是教育的問題 教育問題我們必須要透過 各個管道的教育的功能 不管是家訓教育 社會教育跟家庭教育 我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現在對每一個家長來講 最頭痛就是小孩子長大了 他要買機車 然後他就開始擔心了 孩子騎機車出去 就是一個危險的開始 就開始擔心 所以我們怎麼樣利用三個E 交通工程教育 把孩子能夠訓練成一個比較安全的駕駛 這是我們大家要去努力的目標 是 所以剛剛有談到教育的問題 那我知道機車黨他們對教育問題 有一個建議 我不曉得你是不是可以講一下你們的建議 是的 其實在提到交通三一的部分來講 我們除了路權的部分 是工程面來講 我們對教育的部分 其實一直有在關心這一塊 那麼我們希望的是在於說 其實扣除大海北地區之外 其他地方的很多小孩子 都是靠著自己摸索 然後騎機車出來的 但是因為當地的交通不便 所以必須有這樣的需求 那麼我們建議是不是我國的監理單位能 以及教育單位能夠去做一個結合 讓高中子的學生在他們學校的時候 16歲到18歲之間 透過一個學習駕照的概念 讓他們從50cc或電動機車 開始去學習騎機車的方式 那這兩年的當中如果學習駕照正常 沒有任何事故的時候 在輔導他們取得正式的機車駕照 這個方式我覺得是我們有關單位可以參考的方式 所以你是希望教育單位來教 其實教育單位必須要結合我們的監理單位 因為包含其中我們騎機車 有所謂的防衛駕駛觀念 都必須要並交到進去才行 甚至是駕訓班 OK 其實還有很多的 包括這個機車主 可能是貢獻罰單最多的 我們等一下再討論 我們先來接call in 我們先接新店的王先生 來請說 主播你好 我是覺得關於交通亂源 或是機車主有話要說 當然是有話一定要說 是因為出車禍的原因是為什麼 是路不平嗎 還是說有其他原因 就像剛剛上面有人說了 公車因為靠邊停 他必須要出來 那被撞了 或是說路邊並排停車被撞了 以及相對的我覺得 針對剛剛機車長他們所提出來的問題也很好 因為在我的身邊有很多 魏晨寧就開始騎車 那他們根本沒有針對這個問題 下去做更好的一個解決方法 是 警察的執法 那我是覺得 一定要讓他們有更大的權力去做執法 相對的 我覺得這個 如果你執法的夠嚴重的話 年輕人他們一定會有一定的畏懼 那他們就變得不敢 變成說囂張去行使這個行為 好 謝謝你的意見 接下來台北的李先生請說 喂 你好 今天說到機車相對事故率比較高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機車的數量是汽車的三倍 所以如果說在路面上的汽車是機車的一半 那其實今天發生的事故還是有兩倍 兩倍是來自機車的 是 沒錯 所以其實目前這樣的情況來看 機車的發生事故率其實是比較低的 相對於它的車輛數量來講的話 就這樣子 好 謝謝你的意見 接下來新北市的黃小姐 來 喂 你好 我想反映一下 就是你們 大家都認為說我們事故率那麼高 可是有沒有思考就是 其實我覺得是路權很重要 原因是 我其實是個很安分的騎車主 我騎車就是很慢 但是 通常我看到路上最大意外就是 可能像計程車 因為大家都沒有留意到計程車系數量很多 我在台北市每天上車 我都很容易被計程車撞到 所以就這計程車的部分 可能 教育的部分可能要再加強 確實 好 來 我們還有一些call in 中和的陳先生請說 喂 你好 那個我有兩點 第一個就是說那個 剛才前面一位先生已經證言過 那個機車是汽車的三倍 但是造勢率只佔六成的話 相對來講它的造勢率只有汽車的二分之一而已 這個要先證明一點 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現在的機車考照 實在太簡單了 一個U型就可以考過一個機車駕照 那你相對來看的話 日本或其他歐美國家 他考機車的難度有多高 那我一樣希望政府能夠正視這一方面的 那個機車考照的規則 否則的話一些隨便這樣考一下就可以上路 那造成更多用路人的危險 謝謝 好 謝謝你的意見 接下來台北的林先生請說 各位主持人好 就是關於上一位先生講到的 就是考照部分 不管是機車汽車都一樣 考照太簡單了 機車只要繞一圈 汽車只要想到車路庫就好了 兩邊都是一樣的 之後什麼行車離那些 基本上那些都沒有交 都是靠擁護人的上路去摸索 所以相對就很容易發生事故 OK 好 謝謝你的意見 其實剛剛聽起來 大家對教育都很關心 所以你對這個教育 我不曉得局長你怎麼看 是 我非常贊成剛才 尤其我想剛才包括董先生所提到 和部分Coin的民眾所提到 我們都很贊成 說實在的這個教育 我倒是要講 因為目前的監禮的部分 包括考照是在中央在管 那面對一千多萬的可能的user 所以其實數量非常龐大 所以當然在便明的形象 這個機車的考照 並不是非常的一個 而不能說不是嚴格 而是說他是這樣 朝便明的方向來考量 但是回過頭來 的確我覺得剛剛董先生 提到的那一塊是值得我們來考量的 也就是說今天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在這個還在學校的時候 有給他一個好的一個教育 但是這一個部分 我倒是會覺得說 跟考照倒不一定是完全結合在一起 然後考照歸考照 但是也的確我覺得很好啊 汽車有駕訓班 汽車幾乎沒有駕訓班 顯然沒有這個市場 那這個部分我會比較傾向 在學校教育上面來加強 所以我想針對這個部分 地方政府可以做得到的一些事情 我們回去 我們會會同我們的教育局 然後尤其我們透過從交通局 教育局大家聯手來一起處理 我們很願意 我們積極的在新北市這邊 來推廣機車安全教育 OK 非常好 不過剛剛有一個觀眾打進來說 這個計程車是摩托車最危險的一個工具 對 我覺得計程車 它基本上的數量也很多 然後再加上它的駕駛 有時候為了搶客人 搶生意 所以我也覺得我們將來的 這個教育部分 也可以加上這一塊 如果計程車司機有違規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 一些必須要教育的 回到我們監理單位去做教育的事項 我們可以去做這樣的加強 確實喔 不過我不曉得在座機車主 你們有沒有遇到一些特殊的狀況 比如說怎麼樣被撞啊 或者是 你們有沒有特殊的 有沒有人想分享 好 來 是剛剛大概騎機車沒多久之後 那有一次是說 在大雨天星台無路上 大家車速大概因為塞車嘛 上下班時間不超過二三十 我就突然飛起來了 然後我在空中想說 怎麼回事 那原來是後車的一個司機 那那個是女生開車 那不是說女生開車不好 現在學生可能還不是很熟年 那可能煞車跟油門採錯了 所以就是爆衝的情況 在把我撞飛 那這個情況實在顯示說 其實不管是 這各種交通工具 都有人不熟年的情況 不熟年就容易造成 自身及用路人的危險 那交通工具本身 它的防護性 當然限定上有差別 但是如果說 在正確的使用觀念上的話 大家互相禮諒與尊重 是不會發生任何的意外與事故 OK 我是不是可以問一下 你們中間這些機車主 有沒有接過罰單 還是都沒有接過 來 有接過的舉手 好 那我是不是可以問一下 你們平均一年大概被罰多少 來 那個 來 你說一下 其實我早期可能是年輕氣盛吧 那個時候 接的時候是比較多的 但是慢慢後面可能 因為覺得說可能年紀比較大了 慢慢覺得說可能安全上考量 就比較不會去犯法或什麼的 所以就慢慢就沒有 沒有什麼發彈這樣子 所以你一年平均曾經接過多少 最高 可能大概兩三張差不多 有時候超速啊 或者說甚至可能 違規停車 對 違規一些違規停車居多的 東西發彈比較居多 那其他人要不要講一下 來 林盛傳 因為你學生嘛 有沒有接的比較多 沒有就是我剛騎車的時候 也是有被開過進行機車 就是因為剛剛騎車的時候 就是不懂那些東西 然後可是就是 現在到後來就是 因為就是機車檔的關係啦 然後就是一些網路上的討論 就是越來越了解就是 機車是怎麼使用 那就是 有時候我就是 我就是會比較就是 依照車流跟著車流走啦 就是有時候會有一些就是 就是 會逼車那種駕駛 對 所以你今年有沒有接到法彈 有 今年還是有 是什麼 要超速嗎 沒有就是違規停車 違規停車 OK 其實違規停車這個 真的要怪機車黨 還是還是說 真的是沒有停車位 這也是一個問題 我想問一下 就是說因為過去的一些 我們看一下這個 整個的 曾經有機車政策 在67年就是說 認為它不是交通工具 所以就部分的路段進行 然後到88年就是說 它應該要分流 然後96年的時候說 機車退出騎樓人行道 然後還有一個武器環保法規 也就是說那個 這個 汽車的排氣的一些問題 但是這邊有提出說 汽車就是要退出 機車要退出這個人行道 我不曉得說 現在人行道 還有我們騎樓下 其實坦白講 他們很難停車對不對 對我覺得 機車的停車問題 其實蠻重要的 因為我們要 我剛開頭就講說工需分析 其實機車的數量這麼多 我們的停車的供給 也必須要滿足這些需求 尤其是 我據我的了解 台北市像中校東路四段 因為捷運嘛 所以那邊的停車格 就變得很少 那機車族甚至有時候 他上班的時候 都要提早兩個小時出門 他才可以搶到停車位 這慢慢跟 汽車的停車的問題 慢慢可以 對慢慢可以都可以 並加齊驅了 所以以後我們也必須要重視 這個機車的停車的問題 確實機車停車 不過台北市這麼小 然後台灣也這麼小 不曉得要停到哪裡去 好我們先進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這樣轉過去的時候 有時候就是 會不小心壓到 然後警察就會在後面幫你照相 說不是 既然現在 沒什麼 那些人 其實有個 我們